撒摩尔记 上 第七章 激烈耶铃人就来了 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 抬到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 将他儿子以利亚撒分别为圣 看守耶和华的约柜 从约柜留在激烈耶铃的那天起 经过了许多日子 有二十年 以色列全家都哀哭归向耶和华 撒摩尔对以色列全家说 你们若全心回转归向耶和华 就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外邦的神明和亚斯塔路 预备你们的心归向耶和华 单单侍奉他 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式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塔路 单单侍奉耶和华 撒摩尔说 要召集以色列众人到米斯巴去 我好为你们向耶和华祷告 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 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 当日他们近时说 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撒摩尔在米斯巴做以色列人的事实 非利式人听见 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 非利式的领袖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 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式人 以色列人对撒摩尔说 愿你不住为我们呼求耶和华 我们的神 救我们脱离非利式人的手 撒摩尔就把一只吃奶的羔羊 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繁祭 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 撒摩尔正献繁祭的时候 非利式人前来要与以色列征战 当日耶和华打雷 发出极大的声音 使非利式人溃乱 他们就败在以色列面前 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 追赶非利式人 击杀他们 直到伯甲的下边 撒摩尔拿一块石头 立在米斯巴和扇的中间 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 说到如今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因此非利式人被制服了 不再入侵以色列境内 撒摩尔有生之年 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式人 非利式人所夺取以色列的城镇 从以格伦直到加特 都归回以色列了 以色列也从非利式人手中 收回这些城所属的地界 那时 以色列与亚摩利人和平相处 撒摩尔一生做以色列的试诗 他每年巡行到 伯特利、吉甲、米斯巴 在这些地方审判以色列人 随后他回到拉玛 因为他的家在那里 他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 并且在那里 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在为耶和华住的专门